好 接下来看到这样奇怪的案件 这个月8号凌晨 彰化市有一辆亭在路边 三行车劲爆声大作 潮到居民真的睡不着早 警方找来车主一看 这车底的底盘 电线 水管 油管全部都被破坏了 结果调入监视器发现 原来凶手摇烂车底盘的是一群流浪狗 由于这车主是弱势团庭 车辆平时是用来载面包用的重要工具 面对7万多的维修费用 车主真的是欲哭无泪 直接来又直接进去了 三更半夜一群流浪狗 陆续钻进乡型车底 接着就是一阵狂咬 乡型车的警报器大作 声响吓跑流浪狗 不过也把附近正在好梦的邻居们给吵醒了 来之后都直接跑进那台车子下面 在叫了有没有看到 这个叫大家 这个是因为用猫的吗 不晓得 他都五只狗都在车子下面 可能是因为天气太冷 有猫咪躲在下面 然后可能有点声响或是动作 然后引起狗狗的注意 所以才会狗狗会跑过去那边要咬 车底盘的电线水管跟油管 几乎通通都被咬烂 张化市陈林路八号凌晨路边乡型车警报器大作 警方获报查出乡型车主人并要求他赶抵现场 原来乡型车是一间社福机构 平时用来运送面包的车辆 调阅监视器画面发现咬烂车子底盘的凶手 是群流浪狗 协会里几个孩子努力工作一整个月 所得也就有六七万 虽然破坏车子的元凶找到了 但车主根本无法求偿 现在只能靠孩子赶工制作新年礼盒 尽量来弥补修车的损失 记者中文报道